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皮游研究中心 美国移民现状调查和全面分析 芝加哥美洲华裔博物馆 开拓文化复兴新方式 副总统辩论激烈交锋 移民问题争议升级 华裔国会议员赵美新强烈反驳 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者名单公布 至少三名亚裔美国人上榜 皮游研究中心 美国移民现状调查和全面分析 根据皮游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 美国的移民人数在2023年创下4780万的新记录 比前一年增加了160万 成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 移民现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4.3%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墨西哥、印度和中国是移民的主要来源国 其中墨西哥移民占23% 大多数移民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 报告指出 77%的移民拥有合法身份 约1100万位非法移民 尽管非法移民的劳动人口保持相对稳定 但合法移民和其后代将在未来数十年内为美国劳动力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 移民的教育水平和英语能力有所不同 虽然部分移民的教育水平低于本土人口 但南亚移民受教育程度较高 整体而言 移民为美国的多元化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他们仍面临教育和语言障碍 芝加哥美洲华裔博物馆开拓文化复兴新方式 芝加哥美洲华裔博物馆 Chinese American Museum of Chicago 正通过创新方式重新定义其文化角色 自2005年开馆以来 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保护早期中国移民的历史 然而 2024年新任执行董事吴嘉运 Karoline Ng上任后 博物馆开始向融合传统与当代文化的方向发展 吴嘉运强调 博物馆不仅要记录历史 还要激发观众参与 探索华裔美国人当代艺术和文化 博物馆现已举办了许多创新活动 如个人档案制作工作坊和骄傲乐活动 通过互动装置和社区参与取代传统展览方式 吴嘉运希望打破象牙塔式的展示模式 将博物馆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平台 展望未来 博物馆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新展览 包括探索19世纪中国贸易的文物展和华裔美国艺术家抽象艺术展 进一步推动身份认同与文化交流的讨论 通过这种转型 博物馆在纪念历史的同时也拥抱未来 致力于成为一座多元文化对话的桥梁 副总统辩论激烈交锋 移民问题争议升级 华裔国会议员赵美新强烈反驳 在本周的美国副总统辩论中 明尼苏达州州长Tim Walls 与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 就移民问题发生激烈交锋 Vance指责非法移民加剧了美国的住房和公共资源危机 称移民是导致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此言论引发亚裔和华裔领袖的强烈反对 华裔国会议员赵美新严厉反驳 表示没有证据支持Vance的言论 指责这是排外言论 旨在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 他警告称 移民问题不应被种族化 以免引发更严重的仇外情绪 含义夏威夷副州长Sylvia Jay Luke也对此表示担忧 称美国是由移民建立的国家 任何仇外言论都是对历史和现状的不尊重 亚裔领袖呼吁实事求是 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非推卸责任 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获奖者名单公布 至少三名亚裔美国人上榜 本周 麦克阿瑟天才奖揭晓 22位得主中有三位亚裔美国人 他们分别是 残障权益倡导者Alice Wong 研究达利特女性种姓骑士的学者Sherja Peck 以及华裔小说家Ling Mao 这三位获奖者 在各自领域的杰出贡献得到了认可 麦克阿瑟天才奖 由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设立 旨在奖励在各领域展现创新潜力的个人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80万美元的无附加条件奖金 用于支持其未来的创新和研究 Alice Wong是残障可见性项目的编辑 长期致力于残障群体的权益保护 反对社会对该群体的歧视 Sherja Peck则以研究达利特女性 所遭受的种姓歧视文明 其学术工作揭示了这一群体 被剥夺尊严和个体身份的深层问题 Ling Mao作为华裔小说家 以其融合日常生活与奇幻元素的写作风格 广受好评 曾获多项文学奖项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